哈喽,大家好,我是Howard,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加拿大登陆指南 我做加拿大登陆指南的初衷的话是对于一些新移民或者是说新登陆加拿大的人呢提供一些指引 那我们第一篇的话讲的是安居加拿大篇 首先呢我在YouTube这个官网小红书bilibili和之呼呢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在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这个方面有需要协助的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取得联系 我分享今天的主题的话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加拿大概况 第二部分的话是加拿大政治体制 第三部分的话是加拿大教育 第四部分的话是加拿大文化 第一部分的话是加拿大主要城市 最后一部分是加拿大的一些趣闻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也就是加拿大的概况 加拿大呢位于北美洲的最顶端 美国以北 西陵呢太平洋 东陵呢大西洋 南边的话是美国 北靠北冰洋 加拿大的面积呢约为整个北美洲面积的一半 那加拿大呢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仅次于俄罗斯 国土面积的话是990万平方公里 加拿大的这个人口呢是4100万 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处 也就是整个加拿大的最南边 那加拿大呢是属于人烟稀少的一个国家 每平方英里的话大约是10个人 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看一下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和地区 加拿大呢总共是有10个省 3个地区 从西往东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别是BC省 阿尔伯塔省 萨省 曼省 安大略省 魁北克 还有这个大西洋4省分别是NS省 NB省 爱德华王子岛和这个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在上面的话分别有三个地区 分别是育空西北地区和努纳伍特 那加拿大最大的城市的话是安大略的多伦多 大约是在这个地方 那其次的话是BC省的温哥华 大约是在西边 还有就是魁北克的曼特利尔 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阿尔伯塔省的凯尔加里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移民呢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 也就是说呢每五个人中既有一个人呢是外国出生的一个新移民 移民呢大部分来自亚洲 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少数族裔 加拿大呢是议会制君主制国家 首都的话是安大略省的沃泰华 加拿大总理的话是自由党领袖 这个土鲁都 那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呢是加拿大民意省的这个国家元首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加拿大的政治体制 我们来了解一下加拿大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来说对于加拿大来说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法律 是在1867年的话 英属北美法案的话统一了三个英国的殖民地 分别是上加拿大 也我们我们叫Upper Canada 这个呢是现在的安大略省 还有下Canada叫Lola Canada 这个是现在的魁贝克省 组成的联合加拿大 新这个斯科舍省以及新布伦瑞克省 该法案呢是加拿大宪法的前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1982年的时候呢 加拿大权力与自由宪章的话载入宪法 尽管有了这个权力与自由宪章的话 但是加拿大仍然保持着君主力限制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呢 仍然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 加拿大政府呢 其实是借鉴了英国议会制的传统 联邦议会呢 包括两院 分别是众议院 下院 和参议院 上院 那参议院的话 是有105名总理任命的参议员 他们代表加拿大全国所有地区 那众议院的话是下院有338名选举产生的议员 平时加拿大人投票产生的这个议员的话 主要是众议院的议员 那参议院的话是议会的上议员 参议员的话 主要是由根据这个总督的话 根据总理的建议 然后来安排的 那参议员的主要任务的话是立法 建议修正案 提出法案呢 并就当前的问题的话 辩论 参议院的大部分工作的话都是在委员会中完成 参议院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并听取其他人的建议的话来研究法案 那众议院的话是由民选医院组成的一个下议院 MP我们也叫国会议员 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会这个用到国会议员 就是比如说签证有问题啊 然后大家会这个发邮件给自己所在选区的MP 让他来直接联系ARCC啊等等 那这个呢是由选举产生的 大多数联邦议会的话属于一个政党 拥有最多席位的党首呢 将成为整理并组成政府 那第二大党呢则成为反对官方反对党 那现在啊2024年的话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啊 最多席位的这个党呢是自由党 第二大党呢是这个保守党 还有一个概念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少数政府还是多数政府 那现在加拿大是一个少数政府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政府组建的党呢 在众议院上获得的席位呢 没有超过半数 也就是说正常来说要超过170席 但是的话现在自由党呢 只获得157席 所以的话它是一个少数的一个政府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也就是加拿大的教育 首先我们宏观上讲的话 从2016年的OECD报告呢 指出加拿大是全世界受教育层度最高的国家 超过51%的人呢 接受过高种教育 名列全球第一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在加拿大宪法的第93条的话 就规定说 每个省的立法机关可以专门制定与教育有关的法律 也就是说加拿大在联邦层面的话 没有一个联邦的教育部长 那所有省的教育的话都是归这个各个省来管的 所以呢 我们会这个看到 比如说安省有自己的教育部部长 那BC省的话也有自己的教育部部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省的一个教育 因为很多家长会关心 说尤其是在K到12教育阶段 哪个省的教育是比较好的 那基本上的话 安省、阿尔伯塔省和BC省的话是第一档 那魁北克和NS省属于第二档 曼省、萨省、NB省、NL省、PEI的话是属于第三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学 那根据QS2024年的排名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拿大排前十的一个大学 最排名最高的话是多大 排名第25名 那对标的就是国内的清华北大 麦基尔的话是29名 这个UBC的话是38名 对标的就是国内的复旦大学 上海交大浙大 接下来就是96名的阿尔伯塔大学 华铁罗是115 这个韦斯顿大学是120 对应的国内是中国科技大学 蒙特雷尔大学的话是159名 那对应的国内的话就是南京大学 那麦玛是176 沃泰华大学是189 这个女王大学的话是193名 对应的国内是同济大学是192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高等教育 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呢 可能大部分情况下觉得高中是相对比较痛苦的 上大学相对是简单一些的 加拿大呢可能正好相反 大部分的这个学校的话都是宽禁年出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了以后呢 会觉得加拿大的这个大学 为什么有读不完的这个阅读 做不完的作业 然后有这个这个数不完的这个小读讨论等等 这也是和国内大学不一样的一点 接下来的话我们看第四部分 也就是加拿大文化 那首先第一个文化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这个这个多元文化 那加拿大呢 建国150年来的话 有着优良的传统 那在这里面的话 不同族裔 不同肤设 不同文化的移民的话 在加拿大和平相处 共同维护自由民主人权 及多元文化的加拿大核心价值观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来加拿大 明显感觉到的话 就是原住民文化 那加拿大呢 总共有180万的原住民 原住民的话 加拿大主要有三个族群 分别是这个第一民族 我们又叫First Nation 那英纽特人 还有美蒂人 那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呢 是15000多年前就定居到加拿大的 大部分认为的话 他们是来自于亚洲 那大部分的话 是分布于BC省和安大略省 那第二种的话 是叫梅蒂 那这种的话 是这个第一民族 就是First Nation和欧洲人 主要是法国人的一个后裔 那梅蒂人呢 主要是分布在草原三省 就是曼省 萨省和阿尔伯塔省 英纽特人的话 是土洛文化的后裔 生活在格林兰岛 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北极地区 在加拿大的话 主要是生活在这个 这个努纳伍特 接下来的一个文化呢 就是小费文化 那在加拿大的话 如果在外面用餐的话 大部分情况是需要给小费的 一般来说 中饭的话是10%到15%的小费 那晚饭的话是15%到20%的小费 还有一个文化的话就是平等文化 就是无论年龄性别性取向 社会地位肤色国籍或语言如何呢 加拿大相信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 接下来的一个呢 是一个家庭文化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加拿大有一个叫888 也就是24个小时呢 分为三个 这个 这个分为三个 这个888 那其中8个小时呢 是工作 8个小时呢 是陪家人 那8个小时睡觉 所以的话 这个这也是加拿大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家庭文化 那加拿大的家庭类型的多种多样 比如说有这个单亲家庭 有这个领养家庭 有寄养家庭 还有几代同堂的家庭等等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法语文化 那法语文化的话 法语文化和使用法语的话 在魁北克和加拿大有着这个永久的历史 除了魁北克之外的话 各个省份都有相当比例的人在讲法语 以安大略省为例的话 大约有60多万人的话 都认为自己是法裔安大略人 还有一个文化的话就是体育文化 那加拿大其实是一个比较卷体育的 如果大家来这边上学的话 那加拿大的很多体育的话 其实是都是比较的 这个世界上都是能排得上名的 比如说加拿大的男男 那很多球员都是这个NBA 在NBA打球 那加拿大的这个女排大家也很熟悉 那在去年的话战胜过这个两次中国队 那加拿大的国球的话是冰球 还有加拿大的足球 在近几年的话也是 女足的话应该是在东京的这个奥运会中 获得了这个奥运金牌 那男足的话在近几年的表现也是十分的抢眼 接下来的第五部分的话 我们来了解一下加拿大的主要城市 我们从这张图中呢可以看到一些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啊 重要的城市的话 我们都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伦多 在讲到多伦多之前的话 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叫GTA 那GTA的话是大多伦多地区 那它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多罗东市 就是约克郡 皮尔郡 哈尔顿郡 和多罕 那我们所知道的 比如说这个万景啊 列治文山啊 旺啊等等 这些都是在约克郡 那比如说很多这个华人 就是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可能选择的这个奥克维尔呢 他是在哈尔顿 那还有很多人这个机场的话就是在密西萨加 那多尔汉们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了解的人会这个少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伦多 那多伦多的话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府 他呢也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根据2021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的话 多伦多市的人口呢 这个接近300万 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人口 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呢 居住在距离多伦多两个小时车程的郊区 加拿大的大约六分之一的这个就业机会的话 是在这个多伦多 多伦多的话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和夺民种族的一个城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主要城市的第二个城市就是沃泰华 那沃泰华的话是加拿大的联邦首都全国第四大城市 市区人口的话是接近100万 首都圈的话是接近150万 沃泰华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沃泰华人 在亚冈昆雨中的话是贸易的意思 根据美市咨询的一个排名的话 沃泰华是北美生活品质第一的城市 同时也是加拿大第二干净的城市和全球第三干净的城市 沃泰华呢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 十个最始于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门特利尔 那在老一辈的这个华人中呢也叫他门特楼或者是满地可 它呢是魁北克的最大城市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和北美第15大城市 门特利尔呢依次来源于古这个中古法语的 那其实门特利尔的法语的读音呢应该叫 那意味呢是皇家山 至今呢门特利尔市中心的地标 这个中心的地标呢皇家山仍以词命名 法语的话是门特利尔的官方语言 也是城市里面最常用的语言 使用人口的话占到这个总人口的60% 那使得门特利尔呢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法语城市 仅处于这个金沙沙和巴黎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温哥华 温哥华呢是以英国航海家乔治温哥华命名的 那之前的主要经济的话主要是林业和渔业 那在1887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通以后呢 温哥华成为这个北美西岸水陆路交通的主要枢纽之一 那温哥华呢这个旅游业的是这个温哥华的经济支柱 那温哥华的话也是这个北美第三大制片中心 有北方好莱坞之称 我们知道的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的话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还有一部这个电视剧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叫陪读妈妈 这个也是在温哥华拍摄的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卡尔加里 那卡尔加里的话是阿尔伯塔省的一个最大城市 加拿大的第三大都会区 城市人口呢是130万 卡尔加里的话是阿尔伯塔省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 工程师的密度呢位居加拿大全国第一 并多次被评为全世界最干净的城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德蒙顿 那爱德蒙顿的话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首府 人口呢是110万 那爱德蒙顿的话是阿尔伯塔省的文化政府和教育中心 那这个它呢有北美面积第二大 以及加拿大购物人流第二多的市内购物中心 也就是西爱德蒙顿购物中心 和加拿大最大的历史公园 爱德蒙顿堡垒公园 另外的话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阿尔伯塔大学 UA这个学校的话 加拿大也是常年排名前五的 接下来的下一座城市的话是里贾纳 它呢是萨本的这个首府 也是萨本的第二大城市 里贾纳的市的命名呢 源自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是1882年有她的女儿 也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的总督 这个罗恩侯爵的夫人路易斯公主 所命名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温宁伯也就是曼省的省府 它那是这个加拿大 第八大都会区 也是这个曼省最大的城市 一半以上的人呢 都集中在这个温宁伯 现在有温宁伯的整个人口呢 是将近80万 那温宁伯的名字呢 源于当地原住民的这个语言 意为浑水的意识 其中呢 菲律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呢 在加拿大是全 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另外的话 大家知道的这个小熊威尼 威尼的名字的话 就是这个温宁伯的一个缩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利法克斯 那哈利法克斯的话 是NS省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 同时也是加拿大大西洋省份 中最大的城市 那哈利法克斯的话 是加拿大这个东部大西洋地区的 经济中心 也是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的集中地 主要的雇主呢 比如说包括加拿大的国防部 这个Dahouse University 还有这个哈利法克斯船厂 哈利法克斯港口等等 接下来最后一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一些趣闻 首先 现在的话 这个分糖 那加拿大出产的分糖的话 是占到全世界的70% 那第二的话就是极光 那加拿大的话 是拥有一些全世界最佳的极光观测点 比如说黄刀白马 但是大家知道的话 如果这个激光比较强烈的话 其实比如说在爱德门顿啊 卡尔加里啊 温尼伯啊 这个萨省啊 这些地方都是 还有这个安省的北部一些地方的话 都是可以看到这个激光的 另外的话就是甜甜圈 那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Tim Hortons 那这个加拿大呢 是人就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甜甜圈店的一个国家 还有这个Poutine 那这个Poutine呢 其实是源于加拿大的魁北克 也是加拿大的国菜之一吧 最后的话就是北极熊 那这个世界北极熊之都 那北极熊的这个大家都去北极旅游的这个地方呢 是在曼省 叫这个Church Hill 这个地方呢 这个 也是很多人在去完南极和北极之后的下一个目标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了加拿大的一个国家的简介 加拿大的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加拿大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K到12高等教育 加拿大的这个多元文化 原住民文化 小费文化等等 还有加拿大的一些主要的城市 加拿大的去文等等 这呢就是我今天分享那个主题 我在YouTube小红树 bilibili和自乎呢 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决定有帮助的话 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取得联系 那我们下一个会介绍的是这个 我们登陆指南的第二期 也就是新移民的服务片 感谢大家收看再见